巴黎奥运赛事越来越紧张刺激 在星期一的男子花剑决赛中 香港刺下第二金 剑神张家朗奥运二连霸 以15比14险胜意大利选手马基 成功未免男子花剑个人赛 这也是68年以来 首次由选手在该项目实现二连霸 这是继重界女将江颖慧夺得金牌后 香港在本届奥运夺得的第二面金牌 张家朗赛后表示 要将这枚金牌献给最重要的男人 他的父亲和教练 在设计方面 19岁的中国小将盛李豪 在男子十公尺七步枪项目上 以252.2环打破奥运会记录 为中国拿下第五金 也实现自己双冠梦想 因社交媒体谜称光靠干饭酒 而被网友冠以干饭割的盛李豪 此前搭档黄雨婷 在混合团体十公尺步枪赛事中 为中国赢得首面金牌 另一方面 日本滑板王子 枯米熊斗 在男子街头滑板项目中上演惊天逆转秀 最后大招正看全场 成功未免金牌 原本在比赛中一度跌至第七名的枯米熊斗 决赛最后一回合绝地大反击 以高难度动作拿下97.08的历史最高分 以总分281.14分 先胜美国选手伊顿0.1分 成为首位两届奥运会滑板冠军 驻日本夺下滑板第二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